同学们,你们好,从今天开始,我们将共同学习,凯书两千五个汉字短课,我是你们的陈老师,我计划每天更新两到三个汉字,每天练习几分钟,每天都有新进步。 今天我们学习两个汉字,第一个汉字十一,也是最基础的横,切入,向右斜上方进,中间细,右边慢慢压粗。 到这里,向上一提,再往下收笔,好了,这就是一的写法,一呢,其实就是长横,以后我们更新基本笔画,还会再讲解。 我们再来看。 这个字上边是齐平的,下面是有弧度的。 接下来第二个字,第二个汉字是以,也是一笔画汉字。 压笔,稍微重一点点。 往斜上方抬笔。 压,折回。 慢慢走到中间位置。 慢慢下去。 到这一拐弯。 走出一个弧度,再往上提一点。 慢慢地,边走边向上抬。 往上一提。 我们看它的横。 折回以后,在横的中间位置向左走。 走到哪里呢? 走到一半的一半位置。 不要太靠左。 抬,压,折,掌握好力度。 然后出钩。 等它们现在设计。 。 感谢观看